我爸还总跟我说 说这还能吃苦 说能吃苦就饿不死 肯定能挣到钱 你们是顺顺利利地进入了婚姻殿堂 对吗 不太顺利 快结婚的时候 他说买房子嘛 我爸说就在我家小区买 买多大都行 我家就买个26米的 那个房子是19万5当时买的 买了之后他跟我说 我家没有钱了 所有钱都买房子了 让你爸出装修吧 我啥时候让你爸出装修 就你不说我爸怎么能出装修呢 那是因为房子买完之后 其实没有装修嘛 然后我幼妇问 那为啥不装修呢 我说是因为没钱了 所以就是一直在这儿等钱装修 后来我幼妇说 那你就先别等了 我给你拿两碗钱你先装着 并不是说我让幼妇拿钱 装修这个房子 我没有这个意思 就他可能是有点担当主义 但是他确实他没有钱装修 到最后一个环节 买家店没有钱了 我当时有三张西红卡 我把四张西红卡全都刷光了 然后买了家店 然后他家在农村办的婚礼 一桌150块钱 自己家在农村院里执桌子 自己家买的肉买的菜 自己家亲亲去炒的 然后我最后在哈尔滨长大 我还有一些亲朋好友 他们去不了农村 但是他无法在哈尔滨 给我一个那样的婚礼 我就跟我爸说 我想在哈尔滨举办了个婚礼 我爸说行我给你出 什么司仪啊 饭店的 我在哈尔滨的婚礼 是一桌一千三 请的都是娘娘这边的客人 有两桌是他家人 我就行着 我也不为他钱 但也没有钱 他当时还没有工作 然后我为的就是他的一个人 而且我看好他的一点 就是因为我感觉 他很像我爸对我妈那样 我俩最大的矛盾 是结了婚之后 他变抠了 你像结婚之前 我不说吃火锅吗 二三百三四百 就是随便吃 吃完之后 我说打包不打 就那种很大方的 结婚之后不只是打包 他连饭店他都不去了 一两个月之后 我说咱俩吃这种火锅吧 完了他勉为其难的 他说那行走吧 火锅离我家 其实不远 大车起价费 他说要不咱俩走着去吧 走了半个多小时 马上就要到这火锅店了 人不见了 自留一下 就进到那个加勒福了 两块钱买的挂面 我说你买挂面干啥呀 我说哎呀你吃挂面不是能吃饱吗 点肉还能少点点 我说那你就要挂面呗 他说那挂面十块钱一盘多贵呀 你也是这么想的吗 不光这一点 说实话 我自我认为 我现在我老公去世了 我是想全心全意 照顾他好他的父母和孩子 因为我想的 这是他想看到的 但是呢 因为我心里面 多多少少实实话 对我公公有点埋怨 因为有太多的 太多的事在我心里面 我过不去找个坎 您过不去的坎 除了自己的丈夫 给爸爸开木材厂 这个事之外 还有什么呢 第一哈 是在我们刚结婚的时候 他把这个家都交给我们了 交过来的时候 开始我不知道 过了差不多一年半载 我才知道 其实接这个家 我老公接过来的时候 就是已经是几十万的负债 接过来的 没办法 我们就去厂里面打工 打工 但是感觉太低了 一时半会儿还不上 但是我们生了一个大女儿 之后我们就出去了 最后他就去工地 我还在厂里面 一干就是七八年 然后再也还得差不多了 然后手上有一点点积蓄了 他就回来了 然后回来呢 手上有一点点积蓄 就想着我们俩都三十出头 最起码得干个啥 要么就是创业 要么就买房子 我们就一点点积蓄 我们想的是 就是说首付那种去买 然后我们俩去查真信的时候 就发现我是黑名单 我就很奇怪 我从来不参与这些东西 您和丈夫都没有办法贷款 因为两个人真信都出问题了 我的真信有问题 当时说的是 哪怕你现在还上 这五年之内 你想开店 你办不来营业执照 然后你买房你贷不了款 最后才知道 是我公共之前 我刚结婚没两年的时候 他借我的身份证用一下 我不知道干嘛 他去给我贷款了 给我搞个黑名单 从那个真信查完出来的时候 气得不行 但是也没办法 就之前年轻二十几岁的时候 没想到去干这个 就是你临到你就是说想去干那个事 发现什么都干不了的时候 真的很无助 而且不是因为其他人 还是因为自己的爸爸 但是你就不能往外讲 这是自己的父亲 再怎么样 随他吧 就换一种死路 那今天呢 我要推荐的这位选手 是一名拳王 一位先天被确诊为脑瘫的小朋友 竟然获得了职业拳击赛的拳王的称号 创造奇迹的过程到底是什么样的 让我们一起来通过短视频 了解一下王强 让我们一起通关推手 王强 好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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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强 бесп 哇 极动人心的 你根本想象不到 因为拳击是一个肢体的协调性啊 反应能力各方面要求非常高的运动 之前见到他的时候 我也不太相信 但是他真的用实力 来证明了自己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汪强 来到我们的舞台 来证明一下自己 来 跟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叫汪强 今天是大学技术 我还是先进技术能力 全技教练 全技教练 大家好 我叫刘慧琴 是汪强的妈妈 所以汪强今天 来到我们跨时代战书 是为什么而来的呀 我是为了我的父母而来 要是没有他们 就没有我今天那堂日 能看得出来 父母肯定是付出了特别的多 那妈妈能说一下 就是汪强他身体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吗 从小 汪强啊 是早产儿 七个月就出伤了 一岁的时候呢 就发现汪强特别人 还是不能抬头 人家大夫呢 一看你说 你们汪强啊 是脑瘫 致辞 当时听到了这个消息 就感觉天跟塌下来了 就 从此以后 我和汪强的爸爸 我们就走上了 康复的这条路 大夫姐今天 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我今天推荐这位选手 她在很多年前 是一位全职妈妈 你都无法想象 她怎么可能 又走出家庭 成为家乡的文化宣传大使 我们通过视频了解一下她 山里有城 城里有山 这里拥有六千年的文明记忆 一千八百八十五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平原辽阔 山川秀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陈琛登场 好的陈琛 首先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主持人好 我叫陈琛 来自安徽省夙州市萧县 那今天为什么来到我们跨车代战书的舞台 我呢 现在是我们萧县那个文化和旅游局特聘的 家乡的宣传大使 然后到这来也是来宣传我的家乡 据说你还是一位全职妈妈 对 我现在呢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我几年前是一个家庭主妇 哇 过去是家庭主妇 现在变成了宣传大使 感觉完全搭不上边的两个身份 我现在挺好奇啊 之前做全职妈妈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啊 我有两个儿子 我以前就是每天早上五六点钟起床 给他们做饭 然后先送大的去上学 然后再回来再送小的去上学 然后周六周日 陪他们去上各种兴趣班 反正一年到头就 我的日子就是这样 那晨晨 今天既然你曾经拿过全国六强 唱歌那么好听 所以今天一定要在现场 跟我们唱一首吧 好 我下面这是故乡的云 也想送给我们 郊县走出去的很多老乡们 掌声有请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来自中国书画艺术之乡 萧宪的陈琛 那里平约辽阔 山川秀美 人杰地灵 欢迎大家到萧宪来做客 好的 那再次感谢晨晨 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歌曲 因为我之前 因为我之前我从小就喜欢唱歌 然后高考考大学的时候 我声乐专业 考了全省第二名 当时我在一个学校当音乐老师 然后有时候可能不会像全职这样看着他 有一次他把啤酒瓶弄烂了 然后把腿弄伤了 缝了几针 从那以后 我们家人就还是希望我 你在家看孩子吧 就是也还是以孩子为主 后来我自己一个人 把两个孩子带到县城去上学 每天不管风吹日晒 风雨无阻 天天就这种生活 然后那时候也特别的郁闷 虽然日子就是有孩子陪伴 也很幸福 但是就总觉得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 就感觉一眼望到了头 对 然后因为我从小一直是对舞台有渴望 我就觉得我可能长大 我就可能是一个歌手 一个演员 但是没想到我现在就这样 然后一天天过去 我就慢慢地就觉得 我的心情一天比一天差 其实有一点抑郁了 对 然后一直在控制自己 那什么让你改变呢 就是当时看电视嘛 一个电视台的 一个节目的一个 类似选秀吧 对 然后我就心里就不行 就觉得我如果这次再不参加 我可能真老了 真的后悔一辈子了 对 当时是也不敢报名 我是考虑了二十多天 到后来偷偷地发过去了 那我就想反正发过去也不一定会选到我 然后没想到就选上了呢 然后我公公说他们是骗子 还开了家庭会议研究 到后来一看不是骗子 不是骗子 是竞技类的嘛 说如果你要选择放弃的话 可能有就是有五万块钱的奖金 你如果不放弃的话 但是分数出来你又没晋级 你就空手回去了 我当时就一边哭一边说 我不放弃 因为我想在这个舞台上多待一会儿 继续唱歌 有时候我和我爸爸就是最打 然后不小心就是打到爸爸的面前又 眼睛上 对 又没面前一场 但是就看不见东西 看不见了 你打了一下暂时性都大失明了 那好了吗 打伤了之后的话 他会出血 眼里都是血 他所以影响着视力 一点一点的 王翔的爸爸眼睛就失明了 右眼就失明了 那就这样爸爸都不放弃 爸爸还得坚持 那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儿子开始也是小有成就了 但是这个拳击爱好者 怎么后来就开始走上职业的道路了呢 还记不记得第一场真正的职业的比赛 第一个比赛 我就是吃不上觉 吃不上觉 因为啊 比赛之前 一直得看看 对方的时日 然后呢 我估计我的准备 能够 能够打败他们 如果在比赛的现场 他们去办法 他们就是坏人了 坏人了 坏人了 对方比我高 比我高 有点怕 还有点怕 有点怕 也不知道 其实明明高高级我也不知道 结果我就作业不安 以什么办法 他就给我按摩 让我放松 结果比赛 上场的时候 灯光照着我 看到大家 没有人加油 耐喊 然后我就一顿的也不行了 来赶快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刘子琛 是一名悠悠球爱好者 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 很开心来到这里 今天这个舞台是为谁而来的 今天这个舞台是为我自己而来的 我想问一下各位老师 还对我有印象吗 我确实对这个表演 一点印象都没有 对我也没有印象吗 看他的表情可能没有 那就对了 因为我这是 虽然是第二次来 但是我第一次是助演 没有露脸 你的意思是 第一次你是做配角来的 对 这一次当主角又回来了 对 今天我要做自己的主角 所以我带来了 属于我自己的一个风格 来向大家证明一下自己 你这个太有风格了 之前我都记不住 但是你这一下记住了 因为你跟着音乐卡点 那个卡得非常的准确 而且你临场 应变能力非常厉害 你是自己独创的风格 还是有类似的人 这个风格是我自己独创的 现在应该 全世界范围内 应该只有我 可以这样玩游球球 普通的游球球的技巧 它可能 你的身体保持一个平衡点 你在这里做 就可以比较轻松地做 但是像我刚才那种 虽然看上去很滑稽 但是它内在的这个难度 其实是非常大的 因为我的这个身体的重心 有可能是在变 对对对 对吧 还有考虑表情 不是每个人都会表演 这也是一种天赋 你练了多久了游游球 游游球已经玩了有17年了 很幸运 我在接触到这个游游球的时候 看到了一些专业竞技的比赛 这让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一下 游球这个项目 好的 那今天第二位新推官 我们的小田 今天我要推荐的这一个呢 很有意思 这位达人呢 是一个悠悠球的表演者 但是呢 他给我们带来的悠悠球表演 和我们大众所熟知的 可是完全不一样 我们会为一个视频 来了解一下 怎么样怎么样 我是不是一点没有夸张 就很好笑啊 你感觉没有说任何话 好玩好玩 我来 我们有请游游球 诚哥 有请游游球 你感觉没有说任何选择 我来就去哪里 这就是 你 我nga降了 我喝了 我给他 我喝了 那应该 我 你 你 我喝了 你 我喝了 我喝了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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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